黑色轎車突然打開車門 機車被這麼一碰 騎士跟後座的乘客全重摔在地上 再看一次亂開車門的速度 讓機車閃也閃不開 兩人倒地 這可嚇壞了後方銀色轎車緊急剎車 就差一秒鐘 萬一後方的轎車來不及剎車 很可能會撵過騎士 救護車趕到了現場 亂開車門亮過的黑色轎車駕駛 急忙跟員警解釋事發的經過 還有騎士跟乘客都只有輕微的擦傷 事發現場就是這處路旁沒有花紅線 因此黑色的轎車不算違規停車 但這可不代表開車門亮過 沒有行責的問題 車門開關事故頻傳 2014年騎機車的老翁 被路邊亂開的車門打中機車 導致賴性老翁失控摔死 當時這名開車門的駕駛 被一過失致死罪送辦 2012年計程車輛乘客下車卻沒有靠邊 導致女騎士撞傷了車門癱瘓 法官判賠一千兩百零八萬 駕駛也被判刑七個月 另外根據警政署的統計 從2012年到今年四月 發生了一萬一千起開關車門的事故 導致18人死亡 一萬三千多人受傷 而現在立法院已經進行修法 未來亂開車門最高罰款3600 導致傷亡的話 吊銷駕駕的規定也變得更嚴格 像是彰化這一起開車門的事故 還有駕駛沒有被後車輾過 但叫車的駕駛也得負起賠償的責任 記者 陳孟輝 彰化報導